预估数据显示 我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年比增长2.9% 延续了前一季的增长势头 其中制造业强力的回弹 服务业则是整体表现较为逊色 贸工部早上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我国今年第二季经济整体扩张 经季节性的调整之后 第二季的经济环比扩张0.4% 增幅大于前一季的0.3% 各领域方面 制造业扭转了先前的腿势 第二季取得了0.5%的增长 建筑业则是年比增长4.3% 增幅比前一季度来得高 整体服务业的增长则是从上一季的4.3% 放缓到3.3% 其中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还有住宿和饮食服务 房地产等其他的服务业 增速都明显放缓 贸工部将会在下个月公布完整的经济报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